新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政府 在2019年就自愿地去检视 自己在联合国SDG目标上面做得怎么样 秘书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其实就是管理新北市政府这一栋非常美丽 也非常现代化的大楼 我们在管理空间的时候 重新给了自己一个新的目标 Leaving no one behind 不遗留任何一个人 如何能够在我们市政府大楼不同的空间 去透过设计 能够达到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商店街其实就是一个市民最常接触到市府大楼的一个空间 它位在我们市府大楼的B1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商业空间的改造 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对于永续有所体认 对永续有实践的一个伙伴 大家一起来对新北市政府办公大楼 这里面一个许多民众常常来使用的商店街的空间 一起来做到SDG的目标 U这个东西其实代表了很多意思 Circular里面有个U 然后Underground里面有个U 然后整个动线其实也是U 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U Ground 其实不只是市政府 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给市民 其实是一个宣告 就是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市政府对环境低碳的部分是非常在乎的 那我们想要表达或是想要展示的这个地下室的空间呢 是希望说我们看到某一种材料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重新再利用 它有一个未来的一个生命的可能性 那我们这次呢就用了塑胶栏 然后做成桌子椅子还有墙面 然后就让它其实很多弹性可以去使用 针对就是我们的指标系统设计呢 市政府从大厅呢 其实往下走有两个楼梯可以就连同的 我们就做了一个U型的一个天花的设计 那这个U型天花设计呢 它其实我们是用了17个SDGS的颜色 把它变成一个建成 我们希望把指标 还有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SDGS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公共空间 其实是会吸引人们想要前来探访 游玩体验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的B1商店街的公共空间 除了穿越新的机能之外 可以透过设计和对环境永续的回应 来增加空间的教育功能 及休闲的用途 我觉得这边改造后很像咖啡厅的感觉 然后这边还可以休息啊喝咖啡啊吃点心 我就很棒 我相信经过改造之后呢 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然后大家也会喜欢这个地方 这一次的合作让我发现 就是说新北市政府是一个 走得很前面的一个单位 我们跟市政府一起共创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只是要变成一个更好的环境 它其实是很有教育性的 其实这些都是应该是现代很重要要考量 在做设计的时候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 跟市政府我们做最大的很多 未来的办公空间 一定是不只是要智慧节能而已 所以我想这种大大小小实验的精神 跟创造出的空间 都是希望带给市府同仁 希望带给我们掐工的民众 还有也希望做出一点成绩 能够让全世界的这个市政府 大家一起来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